我是一个女人,我也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,我就是因为穿上这身衣服,我得对得起大家。 讲真的,我也是有学有着的,我也是个普通人,我会害怕,但是我穿上这身衣服,我不能慌,我要慌了,那大家就更慌了。 我把他们安全送到了北京风台站,一切都值得。 7月30日中午,受京经济地区持续强降与影响,从内蒙古乌海溪开往北京风台的K396次列车,被迫停在北京门头沟区落魄领站。 随后,一段该趟列车乘务员哽咽安抚乘客的视频令不少人动容。 8月3日下午,记者在北京一所公寓里见到了正在休整的乘务员赵阳。 谈起视频中的情景,这个爱哭也爱笑的女孩回忆起了当时的艰辛。 当时有哽咽,但是没有流我泪。 就是,因为平时我比较爱哭,然后朋友也说长大了,没哭。 在持续晚点十个小时的时候,车长在得知这个物资运送不过来,因为道路有塌方,我们就过瘸,把这个物资冒着雨给大家取了回来。 泼的那个水都是流,流下来就很急,然后再加上有泥,那个路是很滑的,全身都湿了,然后而且没有灯。 我们姐夫就是靠打闪,打闪一闪哦,就知道采用蚂蚁搬家这个方式大概跑了三五次。 当时就是什么都不想的,就想到先把食物赶紧拿到车上给这些旅客。 就是旅客比较着急,我也着急,我那个时候站出来,那个安抚一下旅客情绪。 所以我也就是,其实就是发自肺腑说的那些话。 面对列车受阻,物资短缺等困难,赵阳和同事们不停奔走在各个车厢,排查登记需求,疏导旅客情绪。 期间,两位旅客因突发疾病紧急下车救治。 看到车门打开,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妻情绪激动也想下车,而后在赵阳的安抚下逐渐平静了下来。 我说我其实挺羡慕你俩的,我看到你俩的时候就想起了我家里面的长辈。 那会儿我们还没有接到命令说要下车,下车很危险,危险你看不到,与其那样你就相信我们,相信我们,一定会保证你们的安全,相信铁路,慢慢就比较理解了。 他们之后呢也是比较关心我,有那个空头屋子来的时候,两位老人的时候还会问我,你领上了没? 随着时间推移,大家按指示在不同点位上等待救援。 两天两夜的滞留,也让赵阳看到了灾害面前,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温暖。 我们每次拿到这个物资呢,都会优先发给重点旅客,不光是老人和孩子,就是老幼病,残孕都是这样的。 严血的孩子,因为离开父母了,又被困在这里了,所以我们就先把物资给他们。 旅客和旅客之间也有互助,往车下转运的时候,7号车厢的那位残疾旅客,然后也不太方便嘛。 那几位在意军人,然后配合我们称呼员,把这个残疾旅客背下去,就是有很多旅客就温暖到了我。 8月1日下午,救援人员陆续赶到,武警北京总队机动第三支队,40名突击队员经过4个小时徒步,到达列车滞留点,将第一批救援物资送到旅客手中,并开始陆续组织旅客转移。 大概就凌晨一两点,我们到北京碰台站,就是特别高兴,然后下车,就蹦了两下之后,我给其他旅客开这个车门,然后我就拥抱他们说,我说咱们平安回来了,他们也对我们说,你们辛苦了。 鞋已经抛烂了,最后反正是找不见那双鞋了,我这双拖鞋我要留下来,留着,一直留着,珍藏。 我的这双鞋,还有我的这个衣服上的这些稻子,就像我的一个勋章一样。 当然我们能安全地撤回来,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努力,还要感谢,感谢这些武警官兵,感谢救援队,感谢机委会。 这个转运真的不是一个个人的行为,而是一个国家给我们的力量。 手机有信号后,赵阳第一时间给家人报了平安,也得知了自己的视频,火出了圈。 我是给我老公打的电话,我说我们带的最后一批人出来了,他其实不太善于表达,然后但是他说了,他说你是我的超级英雄。 然后后来就是出来有信号了,才发现,啊,真的是,就是朋友圈,就是微信,包括电话。 那个时候才是真正感觉到,就是这件事情是真实存在的。 就像我说的,我们每个铁路人都能做到这些,不光光是我,这是对我们所有铁路人的褒奖。 在北京短暂休整后,K396自列车乘务组将返回呼和浩特,赵阳也希望尽快重返岗位,天气转好。 正如他的微信昵称一样,哪里都是晴天。 我的微信名字叫太阳当空照,因为现在全国各地很有殉情,所以我也希望他们能很快太阳当空照。